Hello 大家好 我是鱼巴 今天又到鱼巴玩玩玩具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玩什么玩具呢 就是很久都会玩的Puzzle啦 今天终于又要玩Puzzle啦 连续上两次的Puzzle 鱼巴也有一个很痛苦的经验 就是玩我叫救命 叫傻仔 今天我特地选一个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的Puzzle 为什么呢? 我真的不行 我一定要强制一点 就是砌Puzzle的信心我才可以再砌下去 但是因为之前的话 我们也说过 真的看不出那个Puzzle 究竟难定义 多的时候又可能很简单 小的时候又可能弄到傻仔 那所以 不行 原来我也是用那个方法来做判断 就是小块数的话 我相信觉得来说 应该就简单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选了4块的Puzzle 来砌 就是4块 登登登登登 不是这样也有很难吧 不可能吧 我相信以鱼花 不要说这句 我相信 应该可以很快解决这个Puzzle 好了 那我们马上找那个计时器 我们立即就开始尝试一下 看我们要多久的时间 可以砌好这个Puzzle 好了 Go Go 马上开始 4块就是这么简单 1,2,3,4 就是这4块 这样我们马上试一下 这些应该是角位吧 对不对 接着 这个这样就卡住了 就不行了 所以 这样试一下吧 嗯? 诶? 有点 诶? 不是这么快吧 诶? 不是 差点的 不行的 诶? 我以为真的这么快 这里也不可以这样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诶? 这样 这个是最有机会的 有这个完全收不留 关に 这 cay 所以 就是用它少許 糟糕 真難 先這樣 不行 這個都還可以 但這裏就完全陷不上來 就是 我覺得它硬是最後一定要轉一轉 就剛剛卡到那一種 而且 硬是覺得這些是騙人的 你也知道 上次玩了這麼多次之後 都知道 這些角位哪有可能這麼笨 比你 比你那個 那些是甚麼 即是甚麼 哪有那麼笨 比你那個 是哪位 我覺得 這些 一定不會那麼笨 好像 OK 這個 看到嗎 卡到 完成 哈 哈 各位觀眾 我安裝完了 到 用了七分鐘的時間都不用 包括了一些講話的時間 雖然也花了幾分鐘的時間 真的不是一開始上手 就馬上可以砌好的 這個平台很有樂趣 非常有趣 有四塊的情況 刚才付出唇台的时候突然反叼 就是说唇到这两块 突然叮到这2块 其实 eating is all fine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同种 因为上面有1个很大的空间放2块 特DO的拼图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将其反变 所以非常开心,突然间砌到那一刻的感觉 砌拼图就是这样的,就是那一刻叮叮的感觉 终于找回一些信心回来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放暑假的话,大家玩得开心点 我们都简单单开一个小小拼图算数 那下一次,如果我们要走的话,就是我们一些砌模型的情况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